好 这个布农族运动会倒数一天 即将在10月12、13、14号登场 那么各乡镇的选手们都把握这一次的双十连续假期 乡约来到球场上练球 可以看到一到下午时间 球场上都是年轻人在打球 非常的健康 有活力 希望能够为卓西乡争取更好成绩 球场上每是年轻人相互照进球季 有的人打篮球 也有人打排球 这是卓西乡的中平聚会所 部落族人不放过双十连续假期 相约球场上打球 放假前一天 卓西乡长也特别向所有的运动项目教练 管理等干部们喊话 希望他们在比赛前好好休息 保养身体不要受伤 整理心情准备布农族运动会的到来 辛苦所有的教练们 那这几天的练习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可能天后会不加 那更是要以健康为主 布隆族运动会倒数一天 即将在10月12、13、14号登场 各乡镇的选手们都把握这一次双十连续假期 相约来到球场上练球 可以看到一到下午时间 球场上满四年轻人打球 非常的健康 有活力 希望能够为卓西乡争取更好成绩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